退休了 他就把规划说 我刚才清进农场面去 好好地去休闲一下 那我是问了朋友说 我今天得了生肝癌症 我现在还能够站在这里 还坐在这里 我就觉得说应该是 上天给我的恩惠 他要让我来救更多的病人 救更多的癌友 所以我必须要跟家庭去做 那您有因此 比如说 以前可能一天看诊 有八个小时 然后就缩短 比如说缩短一点 少看一些病人吗 没有 都没有啊 没有 因为你看病人是这样子 像我现在看这种 癌友的话 看个病人都看得比较久 不像一般的感冒病人 看个两三分钟就OK了 这种病人有时候因为 人家从他 小心从他的内在 因为现在很多的癌友很可怜 他一来就问说 陈医师有什么东西可以买 要吃治疗癌症的 我说你先不要急 心先定下来 先把你的心先定下来 然后我再跟你谈 什么东西适合你 很多人有时候外面就买了一大堆的偏方 这一定的嘛 对一定的 我当初的癌症也是一样 很多人就一大堆偏方给你 你看下来刷卡下去就不得了 那我就这些病人就是我们要先点心理上的见识 再也就是不花钱要先做 就包括我们每天要吃的饮食啊 哪些东西不要去吃啊 先教我们这些 然后最需要的话就是说 您一个月 您可以花多少钱 要持续的 因为每个月比如说我花一万块 我就给你建议你花哪一万块去买什么东西来吃 是这样子 所以您觉得心最重要 心最重要 就念头最重要 你心不安您就不安 您不安提就不安了 那心要怎么安呢 那个有的时候 比如说 医生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就是剩下三个月了 那一切怎么来得及呢 当然这个时候就像抓伏木一样 抓到什么是什么啊 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我碰到这种人的话 其实我一跟他讲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 讲三个月是三个月 因为医生也是人 他不是神 他们也没办法去判断你的生活 可以神多可以活多久 那我像我自己得了癌症以后 那我开始就在领修方面 就是我们的修行方面 就开始就接触了 因为我内人也是个领修老师嘛 就每个礼拜六跟他上课 那叫我们一些 叫我们一些那个修行的方式 然后再让我的心能够安 那叫我临坐 那临坐的话 我可以整个心就放下 完全放下了 那我就不知不觉 我的心就放了 那你心有多 放得多宽 你健康就有多宽 他真的是跟癌症细胞和人的意念 会有关联性的 你心里面 你越有过癌的话 你的癌细胞长得会越快 好奇怪 真的 这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就是说念头转的影响力这么的大 很大 那有没有人就是来找您了之后 就真的是医生已经宣布他 可能只剩下多久的寿命了 但是现在还依然活得很快乐 有啊 很多是不是 有啊 而且每个礼拜六从台北坐火车 坐坐坐坐到台中来 礼拜六来上课 所以对于 如果说他真的是可以放下 但是还是敌不过病魔的摧残呢 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人像我现在对生子之间已经 不会放在心上了 因为人要活要活得健康 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说我妈妈一百岁 我说我好羡慕你啊 可是我妈妈躺在床上三十年了 你这样活得有什么意思吗 活要活得健康 死要死得有尊严 我的观念是这样子 所以您现在在到处帮这个癌友啊 去演讲的时候 我知道您有时候也是会吹 然后有这么多人 那么其实是真的很忧愁的来看您 您给他的药方是什么 那心要快乐 就他们听了以后 其实我就讲很简单的例子 我一个人得了三个癌症 你们才得了一个 这都两个 你们算什么 跟我比起来你们算什么 结果他们就很快乐 他们就知道了 我说其实心要安 最起码的就是 不要花那么多的冤枉钱 对这很重要 是不是 就是说这个花了那么多钱之后呢 可能命也没救到 但是呢 这个对家人或是周边的人来讲 影响就非常的大 非常谢谢陈院长 谢谢 谢谢 所以您现在一个月 请不吴